欢迎大家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飞儿 然然下日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特别是女性朋友 出街之前一定会做完防晒措施 例如戴着防晒傘 或者穿着防晒衣服 又或者是塗防晒箱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防晒箱 关于防晒箱 你有了解多少呢 每到夏天 艳阳高折的时候 防晒工作都会成为不少女性朋友 一件头等大线 大家都是怎么防晒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街坊们 都是使用什么防晒工具的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有没有做防晒的 防晒很少 冲粉的涂防晒刷 有时候会拿散 防晒刷 相对于防晒衣和遮阳身 大多数街坊都喜欢使用防晒箱 但无论是使用什么工具 只要达到防晒效果就可以了 那大家又知不知道防晒病不止是为了防止晒黑 为何要防晒呢 我们的美容专家老春主任为我们进行解答 我们空气中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紫外线 那么一天24小时也有紫外线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 紫外线对我们人体也有健康的一面 也有就是说不健康的一面 它主要直接不健康的一面 直接表现在就是说我们从美容的角度来说 皮肤它的紫外有中波紫外线 有残波紫外线 中波紫外线直接导致我们的色素色斑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残波紫外线直接把我们的皮肤晒老晒伤 那么如果晒伤我们的皮肤会导致我们皮肤免疫系统的一个下降 会造成一个皮肤癌症的一个疾病发生 所以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还是要防晒 原来防晒也还有很多重要的作用 为了身体的健康 选购一款适合自己的防晒箱也很重要 但是市面上面的防晒箱种类繁多 究竟这些不同种类的防晒箱有什么不同呢 我刚刚在搜索引擎打上防晒箱三个字 就已经出现了四十几万的结果了 而且它们的种类品牌业都是非常之多的 有些是物理防晒箱 有些是化学防晒箱 而且它们标示的PA值和SPF值也有不同的 我们发现市面上常见的防晒箱种类 主要可以归类为以下两种 第一 化学防晒箱 第二 物理防晒箱 而且这两种防晒箱 还是根据PA值和SPF值分为不同的等金 那么这两种防晒箱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来听一下街坊门是怎么说的 你有没有听过化学防晒箱还有物理防晒箱 听过 没有 没有 有 没有 比较少听 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啊 化学就没那么好 不知道 了解比较少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用过一种 通过街坊我们可以知道 大多数街坊对化学防晒箱和物理防晒箱的区别 都是没有概念的 还有一部分街坊表示 并没有留意过防晒箱的种类 甚至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哪一种 到底这两种防晒箱的防晒效果哪一种更加好呢 我们还是通过实验来说话 我现在手上就是两支防晒箱 一支就是物理防晒箱 一支就是化学防晒箱 它们的PA值和SPF值都是一样的 PA值就是两个加 SPF值就是20 也就是说它们的等级是相同的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个实验 来看一下化学防晒箱的防晒效果好一些 这一定是物理防晒箱的效果更强 实验原理 我们通过纸外线灯 无以纸外线照射环境 将物理防晒箱和化学防晒箱分别均匀 图抹在两块玻璃块上面 放在纸外线灯下面照射 纸外线灯下面放着一张白纸 如果纸上面的阴影越大 就说明防晒效果越好 实验开始 我们的调查员首先准备一块玻璃块 将玻璃块放在白纸上面 在玻璃板上面分别标注着 物理防晒箱和化学防晒箱的字样 然后将物理防晒箱样本 均匀地塗在玻璃块上面 同样我们将化学防晒箱的样本 均匀地涂在玻璃块上面 调查员然后将纸外线 分别照射这两个样本上面 然后观察白纸上面的纸外线穿透效果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物理防晒箱对比化学防晒箱的阴影是大一点的 也就是说物理防晒箱的防晒效果是更强的 通过实验我们得出 相同等级的物理防晒箱比化学防晒箱的防晒效果更好 那这两类防晒箱的防晒原理以及区别是怎样的呢 我们找到了皮肤类的医生 接着来我们一起听一下专界怎么说的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 大概就是化学的和物理性的 那么化学的防晒箱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吸收的一个作用 那么让光能转化为这个热能而吸收掉 那么物理防晒箱呢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反射和折射的这么一个作用 也是让光不能直接照射到皮肤上面去 那么这两个防晒箱的对比呢 其实物理性防晒箱可能更环保一些 化学的呢因为通过一个光化作用以后呢 它会形成一些化学物质 可能会造成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 会造成皮肤的一些刺激 通过专家的解释呢 我们可以知道物理防晒箱和化学防晒箱呢 是根据它们的防晒原理来分类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 手上这一支防晒箱 它的PA值是为两个加 SPF值为三十 那么这个值又是什么意思呢 看下去你们就知道了 PA值是指防护UVA的能力 也就是防止撒黑的能力 PA加大约是可以防晒四个钟 PA加加大约可以防晒八个钟 PA加加超强防护可以防晒十几个钟 SPF值是指产品防护UBB的能力 也就是防止皮肤晒红晒箱的能力 那么是不是SPF值越高 防晒效果越好呢 我们决定用实验来精神 台面上就有三支防晒箱 它们的PA值是相同的 而SPF值分别就是20、30和50 跟之前的实验原理一样 我们将这三支防晒箱 均匀地涂在玻璃块上 然后就放在紫外线根下照射 玻璃块下面的白纸上 呈现的阴影越大 也就是等于它的防晒效果越好 实验开始 调查员均匀地在玻璃块上面涂上防晒箱 很快一号玻璃块上面涂好的SPF 值为20的防晒箱 而二号玻璃块就涂好SPF为30的防晒箱 三号玻璃块涂好SPF值为50的防晒箱 然后调查员将紫外线分别照射 在三个不同样本上面 然后观察白纸上面的紫外线穿透效果 实验结果马上揭晓 大家可以看到SPF值为20的透光率 是相对于是高一点点 它透出来的紫外线依然都是比较大的 而30对比于20来说 它的防晒效果就相对于是好一点点 因为它的阴影是大一点点 而50对比于30来说 50的阴影几乎是整个都是黑色的 只是透到一点点的紫外线 也就是说SPF值为50的防晒箱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 重新结果得知 SPF值最高的防晒箱的防晒效果最好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 SPF值越高 防晒效果就越强呢 另外SPF值具体代表些什么呢 我们继续请教专监 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站在紫外阳光下的时候 那么我们皮肤出现的最低红斑 时间是15分钟 如果我们使用一款SPF 大概在10倍的这么一个指数的防晒酸 它的大概在紫外线 阳光下的防晒时间可以增加10倍 大概是150分钟这样子 从防晒效果来说 这个防晒指数越高 它的防晒能力强度也会越高 根据专家的解释 我们假设紫外线的强度 不会因时间而改变 一个没有做任何防晒措施的人 如果在阳光底下暴晒15分钟左右 它的皮肤就会是晒红的了 但是当它使用了SPF值为10的防晒箱之后 就可以延时10倍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150分钟之后 它的皮肤才会是晒红的 也就是表示SPF值越高 它的防晒效果就越好 那么我们在选购防晒箱的时候 是不是选购SPF值越高就越好呢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街坊 看看他们平时怎样选购防晒箱的了 你大概是用多少选购 25 一般25 50吧 多少值50 25 那你为什么会选购这个指数呢 因为指数越高 可是越防晒 很好啊 因为够去海边了都 差不多吧 不要那么高 如果太阳很猛的话 我就觉得会高一点 从街坊得知 但是多数街坊喜欢使用高SPF值的防晒箱 否则就带不到防晒的效果 其实这里是存在一个误拘的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误拘呢 不是说SPF值越高的防晒箱 防晒效果就越好了吗 SPF值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久而久之会导致皮肤的一个变化 会导致皮肤癌的产生 刚刚我们提到 街坊都喜欢使用高SPF值的防晒箱来使用 其实这个是误拘 可能说到这里 电视机前的观众就有疑问了 不是说SPF值越高的防晒箱 防晒效果就越好了吗 当然会选择SPF值越高的防晒箱来买的了 大家不用急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这条新闻吧 在网上有一条名叫做 部分防晒箱不防晒反致癌的新闻 文中提到 美国专家发现 防晒箱当中的成分氧化身 在强光之下会释放充一种 叫做自由基的有害微粒 过多的自由基会对人体细胞 和细胞里面的DNA链产生破坏作用 导致磊患皮肤癌的风险提高 是这样 防晒酸它的SPF的指数越高 它的化学成分也就越多 那么它经过紫外线照射以后 起到的化学反应也是越重越大 然后导致皮肤的刺激性也是越强的 可能长期使用的话 如果回家清洁不到位的话 可能久而久之会导致皮肤的一个变化 会导致皮肤癌的产生的风险 我们就是不要长期的使用 这个高倍的这个防晒酸 那么我国这个化妆皮肤规定 卫生规定呢 就基本上这个防晒指数 是不能够超过这个30倍 那么在建议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就是最好就是说低于 使用低于SPF30倍的这个防晒酸 那么造成就是相对会安全一些 也造成皮肤癌的风险也会减低到最少 就是这样 通过专家的解释大家都清楚了 并不是SPF值越高的防晒箱就越好 而是要根据个人的使用情况 好像上班一族来说了 都是上下班的时间会接触阳光 所以建议是可以使用SPF值为15的防晒箱就行了 而去到户外活动的朋友 就可以使用SPF值为20的防晒箱 而去到海边游泳或者是高原烈日下活动的朋友 建议可以使用SPF值为30的防晒箱就行了 另外在一般的环境下 普通女型皮肤的人用防晒箱以SPF8到12为2 皮肤白级就用SPF30 对光过敏级最好选择SPF值在12到20之间 通过一番的实验 大家都应该知道如何去选防晒箱 但有些观众朋友就认为 一套防晒箱太麻烦了 不如直接穿一件防晒衣出街就可以了 其实无论使用哪种产品都好了 只要有防晒效果就可以了 但究竟防晒箱的防晒效果是怎样的呢 照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个实验 来看看防晒箱的效果好些 还是防晒箱的效果好些 跟之前的实验员你一样 将逃过的SPF30防晒箱的玻璃块 和UPF30的防晒烟 分别放在紫外线灯下面照射 如果紫外线的透过率低 那就可以代表防晒效果好 实验开始 我们的调查员首先准备一块玻璃块 将玻璃块放在白纸上面 在玻璃块上面 分别标注着防晒衣和防晒箱的字样 然后取一定的SPF30的防晒箱样本 均匀地塗在玻璃块上面 同样取样SPF30的防晒衣 将样本放置在玻璃块上面 调查员然后将紫外线分别照射在两个不同的样本上面 然后观察白纸上面的紫外线穿透效果 究竟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好一点 还是防晒箱的防晒效果好一点 我们的答案马上揭晓 我刚才用紫外线灯照过防晒箱和防晒衣的透光率 我可以看到防晒箱的透光率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它的阴影是比较大的 而防晒衣的透光率是比较高的 它的阴影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防晒箱的防晒效果是更加好的 防晒衣呢就是当然如果穿那种透气一点的 可能也能起到一定的折扬作用 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好像说越细越粒会好一些 那么这样子的话 虽然有起到防晒的作用 但是它的通透细会少 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 那么我们日常的逛街上班 其实有一些防晒酸的使用 还有一些折扬嗓帽子墨镜的使用 其实已经足够了 那么除了那种高温作业者 我们可以适当的另端评论 我现在穿着这一件就是防晒衣了 的确感觉是非常之热 而且我是不断地出汗的 看来相对于透气性比较差的防晒衣 还有携带比较麻烦的防晒姐来说 防晒箱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舒适性也是更加高了 但是有观众朋友就跟我们爆料 就是说防晒箱和驱蚊水一起使用 是会出现问题的 在网上有一篇文章指出 一名台湾类子将防晒箱和驱蚊液 同时使用之后皮肤红肿 并且出现蚊圈 因为防晒箱和驱蚊液当中 一些化学成分混合之后 会产生毒性 对身体有害 究竟这种的讲法对不对呢? 调查完飞宜 请来了她的好伙伴佳佳 为我们进行实验 喷蚊泡水再加上防晒箱一起用 会不会导致人分绝过去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实验了 现在在我身后就请了两位美女志愿者了 你好 请问你先上马跟我们现场观众朋友 打声招呼吧 我叫灵一眼 小灵 好的 那这位美女志愿者呢? 我叫红曼曼 小红 那好了 那待会就等小林和小红 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实验 看看她们塗完防晒箱 再加上这个炆帕水之后 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两位美女志愿者 先在皮肤上涂上了防晒箱 等两分钟 防晒箱完全吸收之后 再在同样的位置 喷饭碟驱蚊水 而我们的调查员嘉嘉士 在手臂上的皮肤涂上了驱蚊液 等两分钟之后再涂上防晒雨 为了他们的安全 只要他们有一丝的不拖 我们会立刻马上停止实验 半个小时过去 三位人似乎没什么不妥 那我刚才就是先浸炆帕水 再浸防晒箱 那我就坐在这里半个小时 不过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我们现在再去看看 那两位美女志愿者 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小林小红 你们刚刚呢 是先擦这个防晒霜 然后再喷的蚊帕水 对不对 那现在你们有没有什么 不舒服的感觉呢 我没什么感觉 跟平时擦 防晒霜是一样的 那有没有说有红啊 或者是起点点啊 过敏啊 什么的发育啊 什么的情况有吗 没有耶 没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就跟 对 跟平时擦防晒霜一样的 那从这个实验来看 无论是我 还是两位美女志愿者 都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的 那是不是就是那个 这样的报道不实呢 还是我们这个实验不够严谨 那到底是出现了 什么情况才会这样的呢 经我刚刚调查员 和两位志愿者的亲身体验 并没有发生不舒服的反应 是不是因为涂满的面积太小呢 我们决定将实验升级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来到了广州大学法学实验室 用小白鼠来做实验 既然说这个驱蚊液 加上防晒箱一起用 不会导致人分绝过去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就将这个实验再次升级 看看这个驱蚊液 加上防晒箱一起用 会不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那接下来 我们就做一个小白鼠的实验 那同时呢 我们要请出叔同学 跟我们一起进行实验的 又请叔同学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实验 我们要怎么进行呢 这个实验呢 我们首先就是 将白鼠分为四组 然后放进不同的箱里面 每个箱里放两只白鼠的分为 没有任何操作 加防晒箱 查防晒箱和驱蚊液 还有只是查驱蚊液 四组 那我们现在立刻来进行实验 看看待会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将小白鼠分成四组 第一组不做任何的租状 第二组只是查了一些防晒箱 而第三组同时 查上了防晒箱和驱蚊液 第四组只是查驱蚊液 第四组只是查驱蚊液 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经过我们刚才的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只是加了防晒箱和驱蚊液 这两组小白鼠 和那组没有做任何处理的小白鼠 是一样的 都是龙精虎猛窄窄跳的 不过我们一看这个加了防晒箱 又加了驱蚊液的这组小白鼠 它们就已经有点稳稳地 和行路都是撒着撒着的 原来驱蚊液和防晒箱一起使用 真的会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 但是专家就跟我们说 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好像之前提过 会出现过蚊或者是云缺的情况 都是个别现象 但是皮肤有过蚊特质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朋友 千万不要混合一起使用 使用防晒箱的注意事项 一,使用时间要恰当 出门前10-20分钟就应该去涂防晒箱 而去沙丹之前30分钟就应该涂好 第二,使用量要足够 通常防晒箱在皮肤上面的涂抹量 是每平方厘米2毫克时 才会达到应有的防晒效果 需要注意SPF值不可以雷监 涂两层SPF10的防晒箱 都只有一层SPF10的保护效果 三,好像汗水冲掉的防晒品 就应该每隔几个小时再涂一次 四,不要混合使用 不同品牌的防晒箱 混合使用 会增加皮肤过敏的可能性 第五,注意保存 不可以使用过期的防晒化妆品 因为它不单止防晒效果下降 还有可能自己皮肤 八六,做好曬后防晒 即使是先做好防晒 但如果阳光很强烈 晚上最好还要使用 曬后狐狸品 好了,通过几番的实验 相信大家对防晒箱 都有一定的了解 防晒箱可以令到我们避免曬 但大家也要记得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挑选合适的防晒箱 好了,今期的生活调查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